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說失業、貧窮及政府貪污激起整個中東地區年輕人的憤怒情緒 星期二,羅姆尼在紐約參加克林頓全球倡議論壇時對與會各國領袖說宗教極端主義並不能解決問題 羅姆尼表示如果他能當選總統,他將會令到增加就業機會和為企業鬆綁具有較高優先度 他的計劃包括將外國援助資金分配到那些去除貿易壁壘開放國內市場給美國投資的發展中國家 奧巴馬總統亦在該論壇上發表演說,他宣布了目的在於對付販賣人口行為的新計劃 奧巴馬總統說,人口販賣是現代的奴隸制,是人性墮落 在星期三,奧巴馬總統和羅姆尼都在美國中西部州俄亥俄州進行競選活動 該州是贏取白宮寶座的關鍵州當中的一個 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羅姆尼在那些關鍵州和全國各地的支持率都落後於奧巴馬總統 速記者 加入! 快速記者 加入! 有技術,是在電視頻調查顯示更多一萬, 有技術,是榮州的流行丁,有 fan熱倫是待轉子呀! 非常清楚之類的現任從